相声剧失臣悬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剧场的一个方法或者一个形式 这次我们是结合相声跟戏曲在做这件事情 台词听起来都是相声 那么其实我们在组织台词的时候呢 也在组织很多相声的那些包袱 但是呢在呈现手法上通过那个台位的那个设计 还有那个舞台设计的 你会看到它是个非常当代剧场的感觉 它有戏外戏 它还有相声中的有戏 戏中又有相声 我们这群相声演员呢 其实真的有很多位 他们呢有高的有矮的有大的有小的有胖的有瘦的有年轻的有老的 那么真的是结合很多不同的相声演员 有些更是顶尖的 来自五湖四海 比如说新加坡就有黄家强跟杨士斌 那么来自中国的就马天龄 然后你也认识的可能就是大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 舒威胜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最后一段呢 我们有个群口相声 在这群口相声呢 它是多语言的 因为它也包括了一些其他种族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在台上再标向声 这个演出的那个制作和演出阵容呢 其实是蛮让人期待的 从制作阵容来说吧 那么我们的东方设计师呢 在新加坡得奖无数的Souvan Chen 那么还有呢 我们也从香港起来了 一位设计师 舞台设计师 他这次设计师呢 既当代又非常让你可以感觉到一些新加坡的元素 那要让这个整个设计呢 看起来更新加坡的时候呢 我们也请了那个V6的那个designer 那么就是Genevieve 所以我们有年轻的设计师 也有一些非常资深的设计师呢 大家希望能够击撞出一些火花来 所以呢 如果没有看过这样的尝试呢 借这个机会来看这个戏吧